今天呢 我們來到了這一個 這個是盒點壽司 這裡的壽司啊 看起來非常厲害 而且師傅啊 壽司的飯都是用師傅捏的 不是用機器的 你知道啊 有些壽司店不會轉壽司啊 都是用什麼機器的 那白飯丟進去啊 壓壓壓就出來了 那壓起來的飯真的是很難吃的 不過呢 這個是用師傅啊 自己手啊 一個一個捏出來握壽司 感覺應該是非常的棒 像這一個 這一個啊 看起來就非常厲害 這個是多少錢啊 這個是188塊 那個這個是 這一個啊 叫做海鮑捲 裡面啊 會有甜蝦 然後 這是 鮭魚沒來汁 跟 鮭魚腹肉 組合而成的 裡面啊 裡面是小的這一種 小的 哇 甜這個很划算 一堆鮭魚肉 然後魚卵 還有甜蝦 哇 尤其鮭魚啊 都是肚子那邊肉 鮭魚腹肉 好吃 但是 這種啊 在日本很有名的揮卵壽司啊 來台灣啊 味道上來是真的不錯 還有點一個這個 就是大關的豬家魚 你知道大關嗎 日本大關 它的豬家魚非常有名 超好吃的 嗯 在我們大關的豬家魚啊 吃起來是比較帶筋 有咬進的那一種 有咬進的那一種 它屬於白肉魚 他們的豬飯很好吃耶 吃起來 在嘴巴裡面鬆鬆軟暖的 也不會太硬 嗯 你會不會太硬 mitt 一wij 我們點了一個 店長推薦 店長推薦是什麼呢 這個 這個店長推薦啊 上面有一個 有一些胡椒鹽 這店長推薦是炙燒的 然後上面有淡淡的胡椒鹽 吃起來鹹甜甜甜的 還不錯 哇 又拿到一個非常厲害的東西 櫻花蝦 看這個櫻花蝦有多多啊 整個這樣滿出來耶 哇 吃櫻花蝦就對了 這櫻花蝦是生的 平常我們吃到櫻花蝦是乾燥的 這什麼櫻花蝦 小小一隻 吃起來超有味道的 超好吃的 櫻花蝦 台灣櫻花蝦很多都是假的 有一些長很像櫻花蝦的蝦子 也是紅色的 但是它不是櫻花蝦 可是呢 偏偏就有人把它當成櫻花蝦在賣 所以吃的時候要小心一點 真的櫻花蝦很好吃 而且也很貴 shouldn't you have a good 九百多一千多算很正常的事情 因為有時候你會看它盤子的價位 它是用盤子的價位是區分的 所以你一直拿 一直拿 一直吃 一直吃 哇 一個人吃下來都很貴 所以來這裡的時候要找一些重點式的食物吃 不然很容易啊 會讓盒包啊 整個鎖水 所以來這邊基本上只要吃一顆 確定一下它的味道如何 就知道說它整個平均表現如何 這裡啊 吃起來味道是真的很不錯 比那個什麼 叉壽司啊 還要好很多 它的衛生啊 它的手法啊 和壽司啊 我覺得都很新鮮 很值得推薦 對了 這一間是中立的華泰名品層的 盒點壽司 我是Hamson Liao 廖帥 下次再帶各位去吃 點下好吃料理囉 掰掰 Creator pra別人 小廳 겠죠 ek 加油